那么他在政治军事上这种能力的体现 来源自他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曹操用人很有一套 在历史上曹操这个用人之书是很有名的 他有三个特点 唯才是举 知人善任 惜财如命 唯才是举 曹操只要你有能力 我不管你出身自哪 我都举荐你 你看他手下 咱们当然三国眼议里一说都是武将 什么曹洪虚楚 什么虚晃 张辽 张和 李典 岳晋 于晋 其实曹洪和许楚是豪强 就有势力的贵族 在下聚录人是李典 在下卫国人是岳晋 夏侯元 夏侯敦兄弟 领状是千语 特来投奔曹兄 岳晋 于晋 这些人 包括张辽 这是底层 贫困人出身 可是他们有能力 曹操一概往上提拔 包括张辽确实是跟着吕布混的 投降过来的 他也不计较这些事 依然给予重用提拔 再有的你看 当年反弹的有个人 这是江安妻子李一个陈林 他当时呢 替袁绍呢写 骂曹操的 当时陈林归于袁绍馆 这陈林写得非常刻薄 曹操家祖宗 把他八不祖宗都骂出来了 司空曹操 其祖父曹腾 昔为功为奸患 饕铁放纵 商画虐民 其父曹操贪如柴 雕如蛇 毒如蝎 狠如狼 曹氏一门 从祖到孙 尽为罪焉遗仇 俯臭勾当 曹操当时啊 头疼 头疼得厉害 一看这西文 写得好啊 这么精彩 骂他他也说精彩 好文章 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陈林的这篇西文 就是灵丹妙药啊 头疼早好了 后来呢 平定袁绍之后呢 把陈林收过来呢 就说你的文采确实好 我不计较当年说 而重用陈林 你的才气 是既逼人 又喜人 今后 智政 与您 清史丹淑 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 你看 这叫唯才实举 在知人善任 什么叫知人善任 首先你得知道谁是人才 第二得知道他是哪类人才 第三得把他搁到合适位置上 曹操手下用这些谋事 就体现他知人善任 你把徐玉擅长什么 承玉擅长什么 郭家擅长什么 许优擅长什么 你像许优 当时跟着袁绍 后来觉得袁绍这不行了 他想偷曹操 结果曹操这时候非常了解这个知识分子想要什么 曹操一听说怎么 许优来了 当时把这鞋都没穿 光脚就出来了 迎接着许优 曹操一听说 望旅相迎 着实令在下 受处若尽 许优说古人是道旅相迎 就古代啊 那君主啊 哎 礼贤下师 一听说来了能人了 鞋来不及穿好 这鞋倒着 塌了这就出来了 您比那还厉害 您鞋都不穿了 光脚就出来迎我了 这是天上掉下一座金山呀 哎呀 惨不 我的兄台相助 大事可成 许优这时候本来担心 我从袁绍那出来 孟德能不能收留我 没想到还这么客气 所以他了解这许优的能力 而且从袁绍那过来 那能带来大量情报 所以马上重用他 听取他的意见 这才有战官度定四周 平定袁绍 所以这曹操知人善人 第三个呢 惜财如命 他不管是文官武将 你像队武将 我们都值得点位 三国演义说 你像队武将 他在我们的工作室 你像队武将 那一位 我的身权 我一直在 你像队武将 一样 我说 你像队武将 在队武将 一样 我对他 你像队武将 那你 你像队武将 一样 你像队武将 一样 真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